公元前150年 黄十四刘彻称为继位太子 但是刘彻这一年只有7岁 他从太子到登基 还是任重而道远 接下来史记中还记载了 两个对刘彻登基至关重要的人物 那么汉景帝究竟是如何安排 这两个重要的人物 来保证大汉政权平稳过渡的人 静静关注王力群独史记 汉武帝指平安太子 刘彦指平安太子 上一集我们讲到 汉景帝的皇长子刘荣非常不幸 他被立为太子仅仅四年后就被废掉了 后来又因为侵占宗庙之地而被逼自杀 可以说刘荣的太子当得很不平安 根据史记外戚世家的记载 刘彻即位太子的过程非常艰难 历经五个女人四年的相互决逐 但刘彻被汉景帝立为太子之后 却是出奇的宁静 整整九年的太子生涯没有遇到过任何风情 刘彻与前任太子刘荣相比 可以说是幸运的平安太子 可是上一集讲到的在废太子刘荣的过程中 朝中重者周亚夫是极力反对的 那么他以后会不会回来新太子刘彻呢 经于全书的汉景帝 还会有哪些措施来保证刘彻成为平安太子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做客百家讲探 上一集我们讲到汉景帝借制都之手除掉了皇长子刘荣 为刘彻顺利的接班扫情了障碍 但是仅仅除掉刘荣还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汉景帝下一个寻找的目标是谁呢 这一个人就是无处齐国之乱立了大功的周亚夫 周亚夫是一个什么人呢 周亚夫是太尉周伯之子 但并不是长子 周伯死以后 周伯的长子周胜之 截替了他的爵位 但是后来他的长子因为犯法被废了 当时周亚夫在河内郡任郡守 所以就封周亚夫为调侯 周亚夫真正得到汉文帝的赏识 是因为有一个突发事件 这个事件是在文帝朝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次匈奴大举入侵的事情 匈奴的入侵 直接威胁到京城长安的安全 所以汉文帝就派了三支军队 分别在坝上 济门 西柳 三处驻军 这三处呢 这个大致的位置 都是在现在的西安和咸阳的附近 其中周亚夫是西柳营的主帅 汉文帝为了慰劳这三处的军队 他亲自到三处军营中间去慰问 到了坝上 到了济门 这两处军营 汉文帝就轻而易举的进去了 而且呢 主帅都亲自出来相迎 汉文帝也感到很高兴 然后最后汉文帝的卫劳部队 这个卫劳这个大军的走到周亚夫的西柳营 出现问题了 汉文帝的先头人员到了西柳营门口以后 看见这个西柳营和前面坝上机门完全不同 那些守营门的士兵一个一个是攻上弦刀出鞘 守卫的非常严 而且皇帝的先导进不去 这个汉文帝的随从就告诉守营门的人 说皇帝来了 这个守营门的士兵竟然回答 说我们军营中间只知道将军的命令 不值得皇上的命令 就被挡住了 后来汉文帝来到跟前也进不去 只好派人拿着皇帝的这个节信 就是拿着皇帝的信物 说明皇帝亲自来劳军 这样周亚夫在下令打开营门 让皇帝进来 而且汉文帝进了营门以后 守营门的军士就告诉他们 说军营之中不能够快速骑马 就是不能狂奔 这汉文帝没有办法 他的随从都勒着马僵 暗部徐行就慢慢地走 到了大仗之中 周亚夫是一身戎装 拜见汉文帝 说戎装在身 我不能行跪拜礼 这个汉文帝未劳了一番 出来以后 文帝周围的人 都对周亚夫的行为很不理解 汉文帝却对周亚夫的行为大加赞赏 霸上和济门的守军 和周亚夫的系流营相比的话 那个霸上跟济门简直就是儿戏 那个一次偷袭就可以成功 但是周亚夫的军营 谁来偷袭都无法 所以从此以后 周亚夫大得汉文帝的欣赏 所以汉文帝临此之前 给他的儿子汉井里有一个交代 说如果国家有急事 可以任用周亚夫 这文帝死了 景帝继位 景帝继位以后 景帝三年不是遇到了 吴楚七国叛乱吗 周亚夫就立了大功了 所以周亚夫就是这样 得到了文景两代皇帝的其中 细柳龙的故事说明 周亚夫不愧为一代名将 结果是他这种制军严谨 刻意职守的大将风范 赢得了文景两朝皇帝的气候 并始终得到朝廷的重量 但是在景帝朝发生的 三件重大人事安排上 周亚夫一次又一次表现出了 他的严谨与倔强 奏出了君臣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那么在这三件事上 周亚夫的所作所为有道理吗 汉景帝又是如何处理 与这位重臣的关系呢 司马迁在《实际》中 是如何记载这一事件呢 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所以吴楚七国叛乱以后 被平定以后 周亚夫得到信任 担任太尉 担任丞相 一直在朝中任高官 但是他在吴楚七国之乱 以得到信任之后 连续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他阻止 汉景帝费力太子 这件事情上他明显的 违背了汉景帝的意志 所以汉景帝这一后 两个人关系开始出现了 比较大的裂痕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在阻止费力太子不久 又发生一件事 就是窦太后提出来 要封皇后王智的哥哥王信封他为侯 周亚夫再一次提出反对 像反对费太子刘荣一样 周亚夫反对的理由 就是刘邦白马蒙氏中间的三句话 就是非刘者不忘 非公不侯 如果不遵从天下共讨论 那就是不姓刘不能封王 没有公不能封侯 所以周亚夫就坚持说 皇后的哥哥王信 他没有公不能封侯 这一次导致这个 这个窦太后很不愿意 其实这一次封侯这件事情啊 汉景帝也不同意 但是汉景帝不好阻拦他母亲 他拿出这种朝义 结果的话呢 是周亚夫出面阻止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实际上 一方面汉景帝的目的达到了 另一方面 这个周亚夫的难于驾驭的这一面呢 让汉景帝感到很不安 接下来又发生了第三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指的在汉兄关系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匈奴有五位将领投降汉朝了 汉景帝就想封他们为侯 封五位降降为侯 当然汉景帝这个做法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 周亚夫不同意 这是第三次投反对票 汉景帝是坚决要封 周亚夫是坚决祖封 两个人是正式顶上去了 作为汉景帝来说 他有一个想法 在汉兄关系上出现匈奴的将领投降汉 汉朝的事情是不多见的 如果有五个人投降 我们封了他 可以鼓励更多的匈奴将领投降 所以 汉景帝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策略 从策略上讲 汉景帝说话有道理 周亚夫反对 周亚夫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这五个人本来是匈奴的将领 现在投靠汉朝 等于说这五个人对匈奴的禅于来说 他是不忠之臣 他对匈奴是不忠之臣 你现在封他 等于是鼓励做臣子的 不要忠于自己的主子 所以周亚夫反对 周亚夫这个反对呢 他是从道德立场上来看 讲的也对啊 你在一个封建社会中间 如果你不鼓励臣子忠于国君 你鼓励那些投降的人 那么岂不是天下乱臣贼子 就成了一片的吗 周亚夫讲的有他的道理 周亚夫是从整个 从稳定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 不主张方 汉景帝是从汉兄关系的角度 主张方 一个从策略上考虑 一个从道德上找眼 两个人说的各有自己的正确一面 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是景帝队还是周亚夫队 是景帝错还是周亚夫错 很难讲 但是两个人为这件事情顶上去以后 当然最终的拍板的权力在汉景帝的手里 所以汉景帝都不是疯了 汉景帝这一疯 周亚夫不干了 怎么办呢 撂挑子了 递了个病假条 请病假不上班的 当然周亚夫这个做法是一种软对抗 就是你不听我的 我就泡病假 我不干了 那么作为汉景帝来说的话呢 我正不想叫你干的 我废太子 你反对 我封王信 你反对 我封匈奴的降降 你又反对 你处处和我作对 你请病假 刚好 我批准 就趁着他请病假 汉景帝就下令 把周亚夫丞相的职务免了 这样周亚夫就成 就从一代名将 汉景帝之朝最大的功臣 变成一个父贤在家的 一个修病假的常修病号 在家休息了 周亚夫以一种不明智的办法 与朝主对抗 也就是与皇帝对抗 最终弱得父贤在家 但是周亚夫毕竟是两朝元老 既有能力又很有威望 汉景帝还是想再给周亚夫一次机会 根据史记 《将侯周博世家》记载 汉景帝有一次请周亚夫吃饭 想开导开导他 那么周亚夫会不会把握住这个机会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在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过程中 他们二人之间 在为人处事上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周亚夫在家本来也不招谁不惹谁 但是汉景帝请他吃饭 在这个酒宴上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 这个肉呢 这一大块肉是一整块肉 既没有切开 也不给周亚夫任何餐具 周亚夫就瞅着那一大块肉 没法下嘴 这个宴你说说这汉景帝安的什么心呢 他其实是在暗示周亚夫 至于这个暗示是什么 等一会儿我来讲 周亚夫误不出来 周亚夫就找那个主持这个宴请的人 找他要餐具 这一要餐具汉景帝就火了 汉景帝说了一句话 这还不满足你吗 就是给你请过来 给你这么一大块肉 你还不满足吗 周亚夫一看 汉景帝怒了 站起来了 赶快脱下帽子 又是请罪 走了 但周亚夫实际上就是憋得一肚子火走了 这边 这边周亚夫走 那边汉景帝就和他的生意说 这个人绝不是一个侍奉少主之人 这个结论就非常可怕了 这不是一个侍奉少主之人 那他背后的意思是要把这根刺给剃掉 汉景帝这一次请周亚夫来吃饭 搞了这么一整块肉 是既不切也不给餐具 我们可以从汉景帝的角度上来看 这是一个是一个什么谜 就是他卖了什么药 什么意思 其实汉景帝是给了周亚夫一个暗示 暗示到什么来 他说没有我的帮助 肉到你嘴边上你也吃不到嘴里 是这么个意思 以这个比伏他的立功 你不要以为你立了那么大的功 如果不是我的支持的帮助 你能够立那个功吗 你凭什么鞠躬自傲呢 现在肉到你嘴边上你吃不下去啊 没有我的帮助你吃不下去啊 这里边牵涉到汉景帝的为人 因为我们没有讲景帝这个人 这个人的话 汉景帝这个人 他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他是那种只做事不说话的人 这话很少 他经常给你做个事 让你慢慢来体会 你要体会得到了 他非常欣赏你 你要体会不到了 他认为你是少帽 你这个人就不行了 在他眼里就不行了 有这么一类的人 当然这一类人有普通的人 也有伺候领导的人 最高领导就是皇帝了 如果遇到这么一个皇帝 那大臣们 他们要做的事 就得猜心事了 他给你弄了一大块肉 你眼瞅着肉 你不能吃 你这个时候 唯一的就是说 你要向皇上谢罪 说明你的无能 你服了皇上了 皇上可能就 他就会放过你了 你又要这要那 你要破解难题 你不依赖皇上 反倒坏了 所以汉景帝是这么一个人 这种人呢 这个社会中间也有 就是他属于一种自作不说 这一种人 而这个周雅夫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大体上把这个社会上的人 大体上我们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一类是只琢磨事 不琢磨人 他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事业 第二类人 只琢磨人 不琢磨事 他把那个人际关系琢磨得透透的 然后呢 在人际关系上 他如鱼得水 游刃有鱼 这种人呢 为的是当官 第三种人呢 是只琢磨钱 这人的事都不琢磨 他为的是发财 第四类人呢 是既琢磨事又琢磨人 这就这样 这就能办成一些大事了 那当然还有一类人 是既琢磨事又琢磨人 还琢磨全 那就更不得了 那就更不得了 周雅夫这个人 他属于哪一号人呢 是只琢磨事 不琢磨人 你比如说平定武楚机构叛乱 他就认为 把梁国扔出去 把武楚兵挡在梁国这个地方 然后我去断他的梁道 我就能把五楚七国的叛军 给解决了 至于这个事得罪谁不得罪谁 我一概不考虑 我只求把事办成 这叫只琢磨事 不琢磨人 所以他立了大功 你看那个废太子的时候 他又反对 他为什么反对啊 他又是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因为太子是天下之根本 不能够轻易的费给力啊 如果没有大过 你不能费 他反对 要封皇后的哥哥为侯 他又反对 所以这个人 他的男女 驾驭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周雅夫是有一个价值体系 就是他处理事情 他办事情 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一整套的价值评估体系 这个事该怎么办 不该怎么办 他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人 往往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是能臣 但是这种人 也往往最不得皇上的喜欢 看来在汉景帝的饭桌上 周雅夫还是没有能够通过 汉景帝的考察 最终汉景帝上纲上线 认为周雅夫很可能就是 新任太子刘彻的绊脚石 这无疑使得周雅夫陷入了危险境地 可是过了不久 周雅夫的儿子 不仅是那一件小事 又给周雅夫的困境火上交易 那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这件事会给周雅夫带来什么后果呢 所以果然最后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周雅夫的儿子给他买了500套铠甲 买的时候是在国家的制造铠甲的仓库里买的 这个买是犯法的 因为你在汉代 你私人不能购买这种军械 当然周雅夫的儿子买这个东西是为他的爹 做殉葬准备的 周雅夫生前是大将军是太尉 万一周雅夫去世以后 用什么东西作为陪葬品呢 就用这500套铠甲 结果买这500套铠甲出了个小问题 这个铠甲很重 搬运的时候搬运工很累 周雅夫的儿子是做得不漂亮 没有把工钱给足这些搬运工人 这搬运工人干了这么多活没拿到钱 这等于是拖欠民工啊 当然这个就告状 告状怎么告呢 说周雅夫的儿子买兵器要造反 这个造反是谋尼大罪啊 这个案子很快就报到汉景地哪去了 汉景地一看 周雅夫的儿子又牵涉到周雅夫 好了 这机会全来了 立即批准 要查办 然后 这个批准的是在庭卫府啊 这个庭卫府的人呢 就去周雅夫家里边 拿着这个文书 法律条文去咨询 叫周雅夫一条一条的就做笔录了 周雅夫是何等人啊 他是指挥百万大军的上将啊 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刀笔之力的 周雅夫拒绝回答 一个队都不大 这个派去的这个小文书官呢 碰了一笔子灰 回去就上报了 这一上报 汉景地就骂人了 史书记载汉景地骂人 只有这一次 汉景地骂了一句话 我不用也 就是我再也不用去询问你了 直接把周雅夫投到监狱里去 这样一代名将周雅夫 这个只琢磨是不琢磨人的 大将军就进了 周雅夫进了监狱里以后 当然他不会受这个 御律的这种侮辱 所以周雅夫就绝食五日 吐血而死 这样一代名将 就被汉景地逼死了 换句话说 汉景地不但除掉了废太子刘荣 而且把拥护废太子刘荣 最得力的一个功臣 周雅夫也除掉了 是一个只做不说的人 而周雅夫是一个只琢磨事 不琢磨人的人 这样军臣之间猜谜语 周雅夫就难免屡屡不 在汉景地里头 结果是最终让汉景地产生了忽击 认为周雅夫很有可能是太子刘荣的绊脚 于是把周雅夫逼死在监狱之中 那么周雅夫一死 太子刘荣是不是就能够舒舒服服的 做平安太子 汉景地这个只做不说的人 究竟为太子刘荣 还提供了哪些保障措施 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当然汉景地做工作 他做活是两边做的 一方面要拔刺 另一方面 他还要给太子安排一个辅佐他的人 他安排了一个叫魏婉的人去做太子太夫 魏婉是个什么出身呢 据史书记载 魏婉是因为车记一流 而做了皇帝的侍从 就是换句话说 魏婉是个车夫 是个赶车的 但是他赶车的技术非常高 就是这样一个人呢 得到了汉文帝的赏识 他本来是个车夫啊 这车夫后来就做了中郎将了 中郎将隶属于郎中令 手下的一个侍从的一个军官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提拔 完全是因为魏婉这个人很有眼色 其实不管什么出身 你要做官不是都得到皇帝的信任吗 你无论是通过推举也好 是通过这个其他的途径也好 总而言之要得到皇帝的信任 其实皇帝提拔人 最容易得到提拔的是他身边的人 并不是那些封疆大利那些人 那些人立了功还招忌呢 真正容易得到提拔的 都是在皇帝身边做事的人 因为你在皇帝身边做事 很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赐 魏婉就这样得到了汉门帝的赏识 做了汉门帝的中郎将 还是汉门帝的侍从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 这个时候汉景帝还是太子 汉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呢 汉景帝以太子的身份 请他爹就是请汉门帝身边的一些官员 到太子府中来喝酒 当然太子请客 这是个很大的面子了 所有被邀请的人 无一例外都去了 就一个人没去 谁呀 魏婉 魏婉为什么没有去啊 太子请客 魏婉竟然不去 说了一个理由 有病了 不能去喝酒 其实魏婉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 害怕汉门帝的责备 因为你作为门帝身边的侍从 你到太子宫中去喝酒 很容易给门帝造成一种印象 就是你提前去巴结 去交往未来的皇帝了 那么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老皇帝就会对你有看法 是不是觉得我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你就提前要找个靠山 改换门庭了 这个很容易招记的 所以魏婉没有去 汉门帝去世 是汉景帝继位 汉景帝一继位以后 魏婉还做他的中郎将 但是这个中郎将 因为汉景帝做太子的时候 就惦记上魏婉了 所以尽管他做中郎将 这个汉景帝有一年多的时间 对他身边工作的魏婉是不理不睬 一句话都不说 非常冷淡 这就是惦记上了 这就是惦记上了 但是魏婉怎么办呢 魏婉是一点也不解释 反而更加勤奋认真的去工作 一年多以后 汉景帝去打猎了 打猎的途中 他让魏婉做参胜 就陪他坐车 上了车以后 汉景帝有一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 今天请你来坐我的车了 魏婉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是一个车夫被提拔上来的人 皇上叫我来坐车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也别笑了笑 对不对 他说那一年我请客 所有的人都来了 你为什么不来 你看看 这太子的记性多好啊 遍记上了 记住了 结果未完 没有任何解释 说死罪死罪啊 那一天我确实是病了 他还不把话点透 实际上 这是两个明白人的对话 两个人呢 都是只做不说 汉景帝也是个只做不说的人 魏婉呢 也是一个只做不说的人 两个人这番对话 其实是两个聪明人的相互欣赏 我欣赏他 他也欣赏我 两个人是疼类人 一类人 所以魏婉呢没有说破 说我还是 还是那个老理由 就是我那天确实病了 不能来 他们这个汉景帝就笑了笑 所以到临下车的时候 汉景帝说 我赏你一把剑吧 要赏魏婉一把剑 魏婉说我不敢要啊 剑是多么贵重的礼物啊 而且先皇赏给我六把剑 我都在家里放着了 汉景帝不相信啊 说剑是很贵重的东西 一般人拿到剑以后 要么是佩戴 要么是交换其他的东西 你竟然放到家里 动都没动 汉景帝亲自派人到魏婉家去查看 魏婉家果然是汉文帝赏他六把剑 崭新的六把剑 全部在那挂着 没有一把用过 使得回来一报告 汉景帝心里是大为高兴 因为这个不动 表明对皇上赏赐的重视啊 但是汉景帝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他是一个子作不说的人 这个魏婉呢也是一个子作不说的人 他俩这个性格非常类似 魏婉其实是一个既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 魏婉在人情恋达上 远远超过周雅夫 你别看他是个车夫 这个车夫可是在人情事故上 很有一套的 周雅夫尽管是太尉是大将军 这个人情上 有很多他不太了解的地方 周雅夫被杀 而这个魏婉呢 而魏婉呢 又得到了汉景帝的赏赐 汉景帝赏他以后 就任命魏婉做太子太夫 就是做了刘彻的这个辅导官 去辅佐刘彻 他做了几年的太子太夫 以后魏婉又被提拔 担任了汉景帝朝的最后一任的成像 还做了三年成像 我们通过这个事可以知道 汉景帝是两个方面做工作 该除的一个一个的除 另一方面又派他最欣赏 最信任的魏婉去辅佐太子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太子能不太平吗 太子还能有什么不策之祸呢 所以刘彻从七岁被立位太子以后 到十六岁继位登吉 这九年中间非常平静 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当然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 是汉景帝所做的工作 那么登上皇帝宝座的刘彻 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将会怎么治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呢 请看下集《董生对策》 谢谢大家 董仲书 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事 建策关注王立军《独指记》 汉武帝之《董生对策》